那他的家人就陪他去急診 想說去急診看一下 那一天剛好是工作天 我也在忙 那我收到消息後 馬上就是打電話問說 你去擠他狀況怎麼樣 然後急診科醫師 幫你安排什麼檢查 然後開了什麼藥給你 我覺得一些都非常合理 那處置也都非常OK 然後幫他就是做一些影像檢查 然後我也先去問了一下 那個就是臨口長根 就問了醫院的這個朋友 就說如果等一下 我女友要住院的話 有沒有怎麼安排 對 我先幫他安排好了 然後打招呼了 對 有打招呼了 然後我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說他已經 家人也在旁邊了 醫生也幫忙看完了 對 那醫生開了幾包胃乳給他 因為就只是一半的胃乳 前面都做得不錯 對 都不錯 然後我安排完後 我就去運動了 他就突然把我的創透板 一拳打爆 然後就砰 然後打爆之後跟我說 這只用了我三層的力量 你沒有想趕快投啊 甚至打床頭板 下次打你 你人肉包耶 可是我就是 我現在想也會覺得當下 幹嘛不馬上分手就好 可是可能因為我會覺得說 他知道我學校在哪裡 他知道我家住哪裡 OK 然後我會怕他來找我算贈 而且他把你的臉書帳號 什麼密碼都拿走了 對 他就是在家 就會一直看我的訊息 就隨時會看我跟誰聊天 所以我當時求救 我只能當面跟同學講 或者是用了 他給妳要妳就給他 對啊 因為我不敢不給他 因為他有我的帳號密碼 然後他就 他也知道我比較好的朋友是誰 然後他就去密我好朋友說 我上次不是跟你 講我男朋友的事情嗎 然後我朋友就覺得怪怪的 就是我幹嘛 突然這樣跟他講話 他就懷疑 對 然後結果就 後來就 我朋友就跟他說 沒有啊 你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後來看到對話的時候 我就嚇到 就是還好我朋友 警覺性很高 不然他如果拳頭跟他講 我回去就完蛋 這太可怕了 還有一次 我想到有一次 他就是 也很可怕 他就是把那種 台皮的那種玻璃罐裝的酒瓶 他就翹碎成一半 之後我就有學到教訓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認識個 大概兩三個月之類的 對啊 然後我就覺得 可能你可以就是找機會 就是去他家 就是安全的時間 安全的前提下 對 然後去他家看一看 有沒有什麼 就是可能煙味 或是家裡整不整潔 或是可能有沒有一些 什麼女性的 你家庭拜訪調查一下 對 就是去看一下他的環境 這樣你比較可以知道 他生活習慣是怎麼樣 或是有沒有一些什麼 奇怪的女性的用品 對 之類的 後來就是 經過了之前的教訓 我就是花兩三個月 認識一個就是網友 然後網友之後也有出來見面 這樣子 那見面我又覺得 他的那個聊起來的價值觀 也滿像的 興趣也滿像的 生活圈也滿像的 對 但是聊了兩三個月之後 然後有一次就是 可能去他家 然後去他家 我也只是就是單純 想要就是 休坐下來 就是聊個天這樣子而已 然後他就開始有一些 就是 預舉的動作 撲倒你這樣 所以他開始有一些就是 預舉的動作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